我有因為就拍這部戲就是 想要把自己吃 旁邊真的太冷了 然後我的衣服都是 除了上開之外 我下也開 只要在空中飛的 幾乎都可以看得到我的根部 對不對 你有看到嗎 喔 我 沒有可以 女生 我們就不太好意思 往她身上著眼 對 以免被人家告性騷了 像拍戲的時刻到 肌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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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沒有 沒有到那麼多蕾 肌蕾 肌蕾 你講啊 沒有很驟 一定要可以修好不好 這是他的一個螢幕出吻 哦 對不對 影響是 ved女生的 吻戲 呃 這是沒 Paul 礙 以前會搞 quando 但是後來就是 是想說他忙到也沒時間看 就不要特別怕 被不小心看到的話就會覺得 欸 怎麼沒有先講這樣 可是是因為是工作 所以還是尊重 但是 就是還是會 心裡應該還是會有點吃味吧 會嗎?你老婆會嗎? 如果你拍一張 你會把寶貝嗎? 我們大概都是婦女的戲了 因為他出專輯的時候 他有一首歌是寫我們的 他就有跟我講說 他已經做好了 就是要公開的準備了 他寫這首歌 就覺得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很開心啊 就覺得欸 太好了 那我以後是不是可以自然而然的 就是PO到跟他有關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原本的個性就只是 就是蠻外向 然後也很喜歡分享 就是自己的生活啊 或是就算是感情 我也不太會比 但是因為 另外一半也是 這一行的關係 可能要比較顧忌一下別人 對 所以就會比較克制一點 但是現在就會覺得 好像可以自然而然的 原本很想生啊 現在好像過了 想要先動懶 可以放我就是說 有沒有什麼動懶的業配 可以叫我 真的是 只是可能正好照鏡子 因為女生就是 就會覺得 欸 我今天長得不是很漂亮啊 我是不是真的老了 我就只是說欸 我是不是老 然後沒想到他有用意這件事 就是把這句話那種放在心上 我覺得 蠻感動的 欸 他其實 私底下有時候很急扯 我就會說 我就會說 你看我是不是老了什麼 他可能會說 你現在才知道 他其實會這樣好不好 就想說 可能最近是不是要去 打個雷射之類的 我女兒 預定7月底的時候結婚 然後 這是我第一次嫁女兒 對我來講其實就是 看到她 好像這樣看到我自己的女兒 就 希望有個更好的男人 她能夠照顧你 我在私底下 志偉哥在跟我聊這件事 她就要哭了 她真的很捨不得啊 女兒 我就對著這個 我的女婿 我就說 如果有一天 你不再愛她 或者是她不再愛你的時候 請你把她還給我